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个节目 创意打造未来 我们的主题有三个 一个是未来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是创意是哪里来的 第三个是打造未来怎么做 我希望跟各位分享的是 是粗浅的来分享这个创意、未来还有学活 这三件事情的一种可能发展 这一张照片是一个手表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关心未来 大概不只是要关心 我们不断不断地会出现的新的手表 或者是新的手机 虽然它很像一个非常值得羡慕的未来 这一张是大概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之间会出现的 就是满街的车子 你会看到里面根本没有人在驾驶 所以它是一个自动无人驾驶的汽车 算是一个未来 但是不算是我们应该很认真关心的一个未来 这个是比尔盖茨先生跟右边吃伊波拉病毒的疫苗 他最近接了大概五千万美金紧急地去生产伊波拉病毒的疫苗 那算不算未来 算是因为人类还是有很多疾病需要去控制 但是什么样子的未来才真正的值得我们努力的去想象 让我们真正可以看见一个更不一样的未来 我想就是人类的大未来 人类的大未来 在今天我想我们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法来说明 就是打造人类的3.0 什么叫做打造人类的3.0 打造人类3.0用这张照片来看 最左边各位都会知道它是猿猴 然后慢慢地想要站起来 最后终于站起来 最后终于会用工具 然后它不只会用工具 还会开始用复杂的脑力 第一个是圆 第二个是人类1.0 到了后面两位是人类的2.0 在人类2.0之后 我想我们大概都会关切人类3.0之后 人类一定不会停止在这里 为什么不会停止在这里 因为我们看人类1.0的时候 其实连工具都不会用 如果工具都不会用 后来变成会用工具 后来变成会思考 复杂的问题 人类3.0前还有一些机会 所以2.0的人类开始有文字 开始有语言 然后开始有音乐艺术 当然最后是科技 科技我等一下再说 那么人类3.0到底是什么 人类3.0不是电影X战警里面的一种基因突变种 那应该不是我们的人类未来 虽然电影很想去把人类的未来预测成这样 人类3.0也不会是有一部算是好看的电影 叫做钢铁人 那个是用机器的外力去把寻常的人类 变成是一个力大无比 而且有各种超能力的人 应该也不是这样 那么人类3.0到底是什么 人类3.0是要远离2.0一样的灘争气 那么把灘打个叉 把针打个叉 把吃打个叉 听起来好像早就听过了 但是我们以前听过的时候 我们大概觉得那怎么做 诺贝尔医学奖得奖的人研究人类大脑 第一次知道老鼠为什么到一个地方 它会认得那个路 既然看得出来老鼠怎么认得那个路 那就知道人怎么去认知一件事情 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觉得贪生吃 要想办法拿掉 可能有一点点机会 人类2.0到3.0之间 我画了一个箭头 2.0 我们已经发展到一千亿的脑神经细胞 一千亿 听起来就是一千 我们很容易误会成为一千 其实叫做一千亿 但是有90%是没有开发去认用的 人类3.0是脑神经细胞连结高度开发的结果 那也就是像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 人文事件 到底是什么 最近有一位年轻的法国科学家 他是研究人类有机会 透过脑神经细胞的recycling 意思就是说把它回收重组 然后变成另外一种新的脑的结构 那当然不是开包 这不需要开包 我用这一张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右边是我们脑的外貌 每一个人都长得差不多 左边的是脑神经细胞的连结 大概的意思就是很像你来一只手机 刚刚买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手机都一样 可是过了半年 一年两年以后 你里面装的东西通通不一样 用法也不一样 左边是脑神经细胞的连结方式 右边是外貌 外貌 我们每一个人大小大部分 一样 一千亿的脑神经细胞 也没有太多也没有太少 大概就差不多那样 可是如果是一千亿的话 他的脑神经细胞的连结 可以有一千兆的连结 一千兆的连结是很可怕的连结 所以我们常常说 丁眼凤三千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电脑 一兆的连结代表 一千兆的连结代表 整个地球上 所有的个人电脑手机 通通加起来 一起运算的力量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那多数我们没有利用 就有点像我们买了一只手机 像我今天早上搭火车的时候 我看到等车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人 他拿着他的手机 也不过是在那边打电弄横去 他也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 所以 跟我们有人拿着他的脑 就是去弄点 大概我们觉得没什么意思的事情 这一张 各位可以看一下 左边那个是人的脑 就是我们的外貌 右边是我们 手机刚刚买来的时候 里面所有的东西 它就是硬体 可是中间有一个字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字 这一次诺贝尔讲的以后 各位一定会常常看到这个字 叫做Human Connection 那个Connection很难记 可是有一次我在讲话的时候 有一位我的朋友说 好记啊 就是Connect to me 我讲错了一点 对 那这个Human Connection是什么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脑神经细胞的连接方式 每一个人脑神经细胞的连接方式都不一样 换句话说 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脑神经细胞就是我们 因为它是我们的思想 促成我们的行动 所以 旁边两个是大家都一样 中间这个就是你口袋里的那个手机 只是你把那个手机放在脑壳里面 所以这就是你 有了这个基本的理解以后 我们都知道改造你我 就是要重新组得自己的可能 那脑神经细胞的连接方式 因为我们的脑神经细胞的连接方式 促成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行为 或者是相同的行为 为什么脑是关键 让我们透过几张翻译片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地球四十五亿五千万年前 现在大家可以比较放心的证实 地球是在那个时候形成四十五亿五千万年前 那个时候大家猜测是长这个样子的 因为刚刚形成很热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滚烫的球 两亿年前的地球长这样 如果各位看到这样的地球 你一定不认识哪里是非洲 到了一亿两千万年前 慢慢地地壳变动 长成这样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虽然哪里是南美洲 哪里可能会变成地中海 直到经过四十五亿年的因缘的酝酿 五千万年前地球上生命才开始蓬勃发展 人类如果在科学上称它为荷木 是一年子五万年前才出现 那么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如果四十六亿年 就是四十五亿五千万年 把它当四十六亿年 是一个一小时的戏剧的话 浓缩起来 前面的五十三分钟 舞台上进展很满 鱼类是在五十三分二十五秒的时候 游进来 从现在的这些画石看法 路西 各位也许便是它 不是电影的那种路西 是我们人类 大家共同在非洲找到 应该是人从那里开始出来 在五十九分五十八秒 啪的时候露脸 从它现在的谷歌上面去看出来 人类一点零 也就是露蜥之后 开始学着准备站起来的人 在五十九分五十九秒九登场 一小时的戏剧 最后不到一秒来登场 那人类一点零呢 跟本台来不及被看见 可是 Chill本领把这个舞台弄得很脏 这个本领了不起 这个本领从哪里来 从这来 就是从脑袋来 因为在那个之前 脑袋的开发没有那么厉害 这张图可以代表一个人类的发展史 从鱼爬到陆地变成爬蟲类 慢慢地引发成为圆 然后人类一点零学着站起来 学着用工具的 人类一点零开始用脑袋 他用脑袋就开始死坏了 把很多脏东西都倒在海里去 所以这个还没有开发的人类一点零 可以跟他说老弟我看起来你脑袋坏掉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也是我找到的 就是说46亿年 我们帮他当成是46年 我们人类出现 是最后的四小时人类出现 刚刚学会站起来的 我们的工业时代 工业革命 一分钟以前才出现 但是我们利用这一分钟 砍掉了地球上的一半个数 那个很了解 所以主角是谁 主角是我们大家都有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脑神经细胞 其实不是一颗细胞 而是一条长很多很多尾巴 每一个尾巴都想要去接另外一个细胞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细胞需要有一点点方式去处理它 我们的脑神经细胞 创意哪里来 如果我们的创意是人类3.0 等于人类0.0 这样子的一个假设的话 人类0.0就是人类还没有到1.0的时候 那什么就是人类0.0 0.0就是还没有被污染的脑袋 就是一只新手机 一个新的手机 你还没有用过的话 这个假设是一个创新的观察 什么时候观察 2500多年前 我们大家都认识 希达多太子 也就是我们的佛陀 29岁对于人类的未来产生巨大的疑问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 离家6年苦修理解了 苦修不是打造人类3.0的办法 也就是不是下一个时代人类 没有办法从这个路来 35岁的时候 体悟人类2.0是人类1.0的线路接触 所以耐心地把这个概念 转述给吴比丘听 说明苦修面道是3.0的设计蓝图 我们通常看这四个字的时候 把这四个字很轻易地看过去 这就像我在工历的时候 常常看到有很多吃风的人 很快地翻过图 他说知道 我们在看苦修面道的时候 常常说知道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需要 慢慢地去执行的蓝图 所以3.0等1.0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也出现在不同的经典 我们就举个例子 《罚言经》 《六十罚言》上面说的 奇哉奇哉 云合如来 具足智慧 在人生中而不知见 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有 明明每一只手机都一样 都不知道 我当教品众生 觉悟尚到 悉令友谊 以妄想 颠倒 构福 就是把那些不需要的apps清掉 巨见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跟如来是一样的 具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工具 所以如来是会在其身内 与佛无异 我们再回头看这一章 外形与佛无异 硬体结构与佛无异 我们产生差别的是 我们装进去的这些软体跟apps app 妄想颠倒 所以每一个人产生了问题 妄想颠倒的例子 在现代社会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以为金融可以无限扩张 事实上在2008年的时候 世界上不只发生一次 可是最近一次 2008年的时候 华尔街同时在一两个星期之内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另外一个外形丰倒是 多少世纪以来 我们总觉得战争可以解决问题 以前的战争还好 现在的战争 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不太好了 这个照片我特别不去选 最近这个砍源头的照片 我拿了一次世界大战 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照片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残忍 这是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照片 我们经过了一次不够 二次不够 现在零零星星到处再形成一种新的战争 其实战争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妄想颠倒 许多我们的媒体上看到的时候都觉得 财富好像可以换取快乐 我们的媒体最喜欢抱这个人的包多少钱 那个人的鞋子多少钱 他身上带了三亿的珠宝等等 但是佛所叫我们佛仔 其实这是一个我们都知道会有不好的后果 这也是妄想颠倒的 用这些简单的例子 我们来谈第三个主题 人类3.0是一个问号 打造未来就是打造人类3.0 可是人类3.0这个问号我们要怎么来回答 文字语言艺术科学之后到底是什么 我们再看这一张 佛陀一直提醒我们 与佛无益 但是与佛无益 为什么我们还会众生刚强呢 因为我们舍不得把那些apps删掉 我们的ATP装了很多不太需要 为什么 在两千多年前 佛陀已经告诉我们 但甚至是三个大型的路障 它挡在路 所以如果您看到刚刚的脑神经细胞 想要连通的时候 它有很多地方堵住 到处都过不去 为什么到处都过不去 其实路都在 不是过不去 而是我们有这三个路障 这三个路障 我们要怎么去除 也是当年佛陀的创意 这么简单的三个字 借定会 但是 特别说明了八正道 借定会 但是八正道是从政见正式为开始 反过来回来 从正念正定正经经 然后到最后 我们可以证明 证明也证明 所以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个 我们的路障就被拆除了 所以三五六跟八正道 事实上 就是一个打通参生之路障 同时可以重组脑神经回路的一个方法 两千多年前 那张蓝图 也许我们看不懂 但是两千多年后 利用现代的科技 可以看见 脑神经细胞里面 什么样子的事情 怎么在运作 也不只是 因为我们有一些工具 可以类似像FMRI 可以看见 因为电脑现在计算的速度实在太快 所以它可以去分析你的路径是怎么走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到底问题是在哪里 当然 医学上面 现在都有拿来准备 主要是要治疗 类似像老龄的智力障碍 但是 我相信 它的下一步就是 为了人类3.0 提供一个更清楚的蓝图 那么这个蓝图 两千多年前 在那儿 佛陀告诉我们 苦即灭到 也就是打造三年年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我们必须知道苦是一个果 但是即事实上是因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即 这个事情 或者是这个动作 或者是这个业拿掉 这个苦是永远在的 我们也知道面是一个果 但是道才是一个因 那个道 应该就是 那个蓝图 基本上刚刚说的三无肉八正道 如果能够这样 人类3.0的成果是什么 我很喜欢的一句 经典上的话 跟各位分享 无怪不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灭盘 我家的墙上挂了一幅薰金 竹子刻的 除了喜欢那个质感 我每一次会去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 它基本上是描述了一个 3.0的人长成什么样子 没有挂癌 没有恐怖 说起来容易 其实 境界很难 人类3.0的关键字 会是什么 波若波若目多 它是一种 离开现在的聪明才智的智慧 无欲皆空 度于皆苦 书法空想 空到什么程度 无苦即灭盗 无智亦无得 也就是说 心心理由的这些智 对我来说 是感受很深的 也就是说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理解 那它也会一个一个的 就没有再聚集再来 我也很喜欢 金刚经理由的一句话 我也认为 它是一个 创意的心法 叫做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因为 3.0的人 必须是一个 这样子的方法 否则 他接下去 凭什么去做事 他还是凭心去做事 可是那个心是没有 没有住也就是没有直夺 看完这一章 我想各位会问一句话 说 那会是多久以后的事 其实我自己也问过自己很多很多次 那会是多久以后的事 我们都生长在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 大概是从18世纪的初期开始 人类开始想要工业化的时候 本来一天做一个茶杯 一年做300多个茶杯 拿来求生活 够了 可是我们现在希望 五秒钟做300个茶杯 那因为五秒钟要做300个茶杯 所以茶杯很多 茶杯很多 要跟人家竞争 我们就要做更多的茶杯 更不一样的茶杯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地看 我们在工业化以后的世界 其实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颠倒 因为你必须卖那些 你根本卖不出去的东西 所以那会是多久以后的事 我常常自己 就会在里面思考 你到底这次要多讲 想半天没有答案 通常我都给我自己一个答案 点击 从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个照片 人类的发展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地球形成 四十五亿五千万年前 到了五千万年前 才开始生命真正的滋涨 但那之前 生命就是挣扎了 所以 把那个时间一直放在心里 大概就急不了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希望是 明天可以做 下个礼拜可以完成 我常常看到 我们的媒体上面说 问麦克风 放在官员的嘴巴前面 说你多久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就被逼迫 说两个礼拜一定要解决 那我就不可能 这件事情 虽然我们必须要挂念 但是我们已起不了 那别急是什么意思 这张照片 我想我们刚刚看过 为什么别急 因为人类3.0 事实上就是一种美善的脑袋 美善的脑 不只是有异于其他的生物的一个 超多的脑神经细胞 它必然有某种原因 发展出来 在自然的脸变当中 发展出来 这么大量的一种脑神经细胞 每一个脑神经细胞 你去看 跟你身上所有的细胞 长得都不一样 因为它长得长长 有很多的尾巴 每一个尾巴都准备 要去跟另一个去接 在接的时候 它就是靠一个很简单 很微弱的一个电力 传送信息 我们今天能够很准确地 去拿到一个手机 拿起来 看起来是很简单的工作 如果你知道 这里面要有多少个命令系统 你要写成电脑程式去做 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然机器人为什么那么难做 如果很简单 为什么机器人那么难做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复杂 而且困难的事情 不只是那样 我们不只是要能够拿一杯水 把杯盖拿起来 还要能够放回去 这么简单的动作而已 我们还希望这个脑 可以变成是一个无私的 可以变成是一个优雅的 可以变成是一个美丽的脑的时候 它才有可能去建构人类3.0 让它去清除人类2.0 把这个地球弄得差不多要坏掉的那个时代 所以人类3.0的美善之脑 为什么我们急不来 因为我们只要看那个鱼上来 然后这个中间多少多少 很多年 所以我们在2500年前 有记录地去知道 原来这是一个下一个阶段的蓝图 但是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个下一个阶段 是多久以后 我们只有一个责任是说 我们既然拿到蓝图 我们就不应该把这个创意 把这个蓝图收在桌地里 或者是甚至默示它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别急 因为我们都会再来 然后看到这件事情 所以非常谢谢大家